法学知识考古题 106年交通事业铁路深资 法学知识 1.下列何者非属司法院是自第499号解释所称 宪法中具有本职之重要性而为规范秩序存立之基础者 D.地方自治团体之组织 2.一司法院是自第635号解释 关于征收土地增值税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D.财政部所为应补征土地增值税之函是 细一其法定职权就土地税法相关规定所为之阐释 其见解无需受到限制 3.一宪法规定 下列关于审计制度之叙述何者错误 D.审计长完成审核后 应提出审核报告于监察院 4.下列何者就何种事项 无止立法院委员会被寻之一物 A.考试院院长就该院提出之法律案 5.司法院大法官依人民申请所违法令违宪审查之解释 对违宪法令之宣告原则上不包括下列何者 D.宿集施其效力 6.关于立法院院长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B.立法院院长需由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担任 7.依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有关立法委员选举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采所谓单一选区两票制 8.有关总统之国家安全相关大政方针决定权 1.宪法增修条文及国家安全会议组织法之规定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国家安全会议主席由总统指定行政院院长兼任之 9.总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 得发布紧急命令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总统仅得于立法院修会期间发布 11.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关于大学自治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V.法律不得强制大学设置特定课程之教学单位 11.人民之工作权受宪法保障 下列关于工作权之叙述何者正确 C.针对各类专门职业人员职业之方法 时间及地点而为限制必须具有宪法上目的正当性 12.下列与刑事积压及处罚性质不同之 限制人身自由处分 E.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一指 何者需由法院裁定 A.依行政执行法所为之管收处分 13.教会向主管机关申请设立大学 此学校之设立及教育内涵 未涉及下列何种宪法原则或基本权利 D.宗教结设自由 14.医司法院是自第371号解释 采用成文宪法之现代法治国家 基于下列何种宪政原理 莫不建立法令违宪审查制度 A.权力分立 15.关于程序基本权之意义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D.诉讼权确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 提起诉讼与受公平审判之权 16.根据性别工作平等法 在认定性骚扰行为时 下列事项何者不应该列入审拓 C.被害人平日之衣着言行 17.根据性别工作平等法 第五章救济及申诉程序之规定 下列何者正确 D.雇主为处理受雇者之申诉 得建立申诉机制协调处理 18.根据劳动基准法第49条规定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雇主原则尚不得使女工于哪一段时间内工作 V.午后时时至一乘六时 19.监督、管理人员或责任至专业人员 经下列何项程序 得由劳雇双方另行约定 不受劳动基准法公时相关规定之限制 V.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公告 20.关于出卖人物之瑕疵担保之效力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出卖人应就物之瑕疵负担保之责者 不论其瑕疵情形如何 买受人均得解除其契约或请求减少其嫁金 21.关于债务人责任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当事人间若预定有免除债务人重大过失责任之特约者 债务人就重大过失亦不需负责 22.劳工保险条例第41条规定 下列何者非门诊医疗给付范围 V.看护费用 23.根据劳工保险条例第6条规定 年满15岁以上65岁以下的劳工 下列何者应参加劳工保险违背保险人 V.受雇从事于业生产之劳动者 24.V公司为非公开发行公司 做成下列股东会决议时 何者为决议无效获得撤销之情况 V.以上揭示 25.合伙财产不足清偿合伙之债务时 各合伙人就不足之额 对债权人应如何负责 V.各合伙人连贷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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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有关抛弃继承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继承人抛弃其继承权 应于知悉其得继承之时 其二个月内 以书面向法院为之 V.中央法规标准法之规定 下列何者非法规之费 指示由 V.法规规定之主管机关 以裁撤者 V.中央法规标准法规定 命令定有施行期限 主管机关认为需要延长者 应如何处理 V.应如何处理 应于期限届满一个月前 由原发布机关发布延长之 三十民国八十七年底之后 一线法增修条文规定 省政府主席 透过下列何种过程产生 V.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 法学知识考古题 106年民航特考三等 法学知识 一监察委员认为 公务人员有违法或失职之行为 而以书面纠举时 应送交 V.被纠举人 之主管长官 二一宪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 应经考试院依法考选权定 使取得任用资格之公务人员 细指下列何者 D.长夜文官 三一司法院相关解释之一指 关于司法院大法官 因人民申请事宪 所作出解释之效力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解释公布前 同一申请人以述案发生同一法令 抵触宪法 先后依法申请解释 需经病案 使得依据该解释为在审或非常上诉 四一司法院 试自第601号解释 下列何人不受宪法第八十一条法官 非依法律 不得检奉规定之保障 D.司法院秘书长 五行政院得就立法院所为决议 以请复议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V.行政院认为立法院所议决法律案之一部分 至爱难行时 经总统何可 仍可以请立法院复议 六一宪法本文及增修条文之规定 下列何者非立法院之职权 C.复决公民联署所提之宪法修正案 其有关行政院院长 副院长之任免或代理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C.行政院院长出缺 总统未任命行政院院长前 由行政院副院长暂行代理 八行政院之议案 下列何者无需经立法院之一决 D.特赦案 九下列何者非属英提经行政院会议一决之事项 C.凡需经院长决定之事项 十一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之规定 下列何者得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A.曾犯贪污罪受有罪之判决尚未确定者 十一一宪法规定及司法院解释之一旨 关于总统副总统之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V.总统不受刑事诉就之特权乃针对总统职位而设 总统个人得决定是否抛弃此一特权 十二下列何种情形被害人得一国家赔偿法 请求损害赔偿 D.警察领检实物伤民众 十三一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下列何种情形应以记名投票之方法为之 C.行政院院长不信任案之表决 十四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民意代表既享有言论免责权 选区之选民即不得以民意代表于行使之权 时所为之言论即表决有所不当 作为罢免之理由 十五有关国家对于贩卖制造毒品者 处以死刑或无其徒刑之规定 一司法院解释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该规定已违背罪行相当原则 十六一司法院是自第554号解释之一旨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婚姻制度具有维护经济发展等社会性功能 十七宪法保障集会自由 乃因集会自由系下列何种权利之延伸 C.言论自由 十八司法院是自第603号解释中 有关隐私权之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V.隐私权为宪法明文列举之权利 十九一司法院是自第710号解释 关于大陆地区人民之强制出境与收容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对合法入境台湾之大陆地区人民为强制出境处分前 应遵循宪宪法上震荡法律程序 二十宪法所保障之言论自由 因其言论内容之性质 表现言论之方式 时间 地点等情形 予以不同程度之保障 下列言论相较之下 何者应受较严格之管制 D.商业性言论 二十一一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修宪应经何种程序 D.公民投票 二十二立法机关制定劳工保险条例 使劳工与保险事故发生时 能紧速获得各项保险给付 下列何者非其具体化之宪法根据 A.宪法第152条规定 人民具有工作能力者 国家应于以适当之工作机会 二十三下列何者并不构成内政部依法 解除现议员职权或职务之原因 A.杀人未遂 经判决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四年确定 二十四一地方制度法之规定 有关直辖市中游山地 相改制之山地原住民区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区长不必具有原住民身份 二十五一司法院解释之一指 有关国民主权原则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D.宪法增修条文第四条 关于5%政党门槛规定 使政党所得选票与席次分配之 百分比有差距 违背国民主权原则 二十六甲女受雇于 已派遣公司担任派遣员工 由已公司派遣到 要派单位之丙公司服务 而在执行职务时 遭到丙公司之员工丁性骚扰 根据性别工作品等法之 最新修正下列何者正确 A.要派之丙公司 亦是为雇主 二十七我国为防治家庭暴力行为 及保护被害人权益 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 以保护家暴被害人 请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于中央政府设置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二十八依据家庭暴力防治法 法院为保护被害人 禁止加害人进行家暴 得于通常保护令审理终结前 一申请合发暂时保护令 请问哪些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合发暂时保护令 一被害人 二未成年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 三检察官 四加害人 B.123 二十九劳工保险条例规定 无一定雇主或自营作业 而参加职业工会者 被保险人必须负担每月职业灾害 是雇保险费一定之分担比例 下列比例何者正确 D.60% 三十雇用五人以上公司 型号之员工 其员工应以其雇主或所属团体 或所属机构为投保单位 全部参加劳工保险为被保险人 但强制投保有其年龄范围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15岁以上 65岁以下 31下列关于著作权之叙述 何者正确 A.著作财产权与著作人格权可分属二人 32下列有关著作权保护之叙述 何者错误 C.著作权法所保护者为著作之原创性 著作人在参考他人之著作后 即便本于自己思维 降继而创作 人非属独立创作 33下列有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或监察人之叙述 何者正确 A.法人股东之代表人有数人时 不得同时当选为董事与监察人 34根据全民健康保险法规定 下列哪一项人员应参加全民健康保险为被保险人 C.在台湾地区设有户籍之公民营事业机构的受雇者 35关于现行刑法不能未遂之法律效果 依照修法理由之说明 系基于下列何种理论所致 C.客观未遂理论 36有关共犯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D.现行刑法共犯之规定 仅有教缩犯与帮助犯两种 37关于承揽契约之中指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以承揽人的个人技能为契约之要素时 如承揽人死亡至不能完成工作时 则承揽契约中指 38甲语已约定其买卖契约必须做成书面 则在书面做成之前 该买卖契约之效力为何 V.推定为不成立 39有关行为能力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C.限制行为能力人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许 所为之单独行为 效力未定 40甲出卖其汽车给义 未交付汽车钱 以拒绝支付车子嫁金 以细行使下列何种权利 D.同时履行抗辩权 40一有关遗嘱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C.口受遗嘱 自遗嘱人能依其他方式为遗嘱之时起 经过三个月而失其效力 42下列关于一般法律原则的叙述 何者正确 义法规规定领有合格证书的废弃物清理技术源 因其所受雇之废弃物清理机构违法或不当营运 致重大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者 主管机关应撤销其合格证书 一司法院是自第612号解释此等撤销不适任之清理技术源证书之管制手段 并不深违反不当连接禁止原则之问题 二行政自我拘束原则的内涵 要求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受合法行政惯例的拘束 可谓系平等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具体化 故违反行政自我拘束者及等同于平等原则之违反 三司法院是自第525号解释中明白指出 诚信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法理基础之一 是以信赖保护原则只能定位为行政法未接的原则而非宪法原则 四基于法律明确性原则的要求 不确定法律概念概括条款之使用 必须是唯因因法律规范生活事实复杂性以及个案妥当性之需要 且该抽象概念具备理解可能性 预见可能性以及司法审查可能性方属核显 第124 43有关法律部诉及既往原则之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C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皆不得违反法律部诉及既往原则 44下列关于法规施行日期之叙述何者错误 B法规明定自公布或发布日施行者 自公布或发布日之一日起算至第三日起发生效力 45一地方制度法规定 直辖市、县、市、乡、镇、市 得就其自治事项或依法律及上级法规之授权 制定自治法规 自治法规经地方立法机关通过 并由各该行政机关公布者称为 A自治条例 46一中央法规标准法制规定下列何者错误 C应以法律规定之事项得以命令定之 47一中央法规标准法制规定下列何种情况并非法规应修正的原因 C国际情势改变 48针对行政命令与紧急命令之区分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C行政命令不得抵触法律 紧急命令得暂时取代法律 49有关公法与司法的区分标准下列何者错误 C规范从属说的立场 规范平等关系者为公法 50有关大陆法系之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V一律采司法议员制 无普通法院及行政法院之别 法学知识考古题 106年司法 海巡 移民特考4等 法学知识 以下列何者非属立法院行使人是同一权之对象 D行政院院长 二一宪法增修条文之规定 下列何者由地方自治团体之人民选举产生 C宪长 三宪法前言明定 宪法系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一教所制定 而一教有关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划分 系采用何者制度 D军权主义 四下列何者为宪法明定有权解释宪法之机关 C司法院 五我国宪法规定 司法院为国家最高司法机关 掌理民事 刑事 行政诉讼之审判 以及公务员之 B 陈姐 六下列有关立法院行使直询权之叙述 何者正确 A 一般人民亦得为立法院委员会邀请被询之对象 7下列何者不具有法律案提案权 A 一般人民 8一据司法院是自第468号解释 下列关于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就联署与保证经之规定 教部涉及下列何项宪法规定 B 法律明确性 9下列何者并非宗教自由保障之范围 C 基于宗教信仰自由而拒绝服兵役义务 实如某以盈利为目的之国 盈事业要求女性员工上班不得穿着裤装 因依下列何种理论检释该要求是否限制女性员工之基本权力 C 基本权之第三人效力理论 11司法院大法官所肯认之制度性保障 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宗教自由 121司法院试字第649号解释 禁止非市仗者从事按摩业 系对人民职业自由之何种限制 C 选择职业自由客观条件之限制 13审计长应于行政院提出决算后 致迟几个月内 依法完成其审核 C 三个月 14 自一宪法增修条文第十条之规定 国家应重视社会救助 福利服务 国民就业 社会保险及医疗保健等社会福利工作 对于社会救助和国民就业等救济性支出应如何编列 B 优先编列 15 一宪法第165条规定 国家应依国民经济之进展 随时提高待遇 以保障其生活 不包括下列何者 C 劳动工作者 16受雇者在育婴留职停薪期满而申请复职时 雇主应优先采取下列何项措施 D 回复受雇者申请育婴停薪时支援有工作 17 一全民健康保险法第33条之规定 补充保险费率 于本法中华民国100年1月4日修正之条文施行第一年 以多少计算 A 以百分之二计算 18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及监察人之选任与解任 下列叙述 何者错误 A 非公开发行公司之董事 于任其中转让超过选任当时所持有之公司股份半数时 当然解任 19 为公开发行之A股份有限公司 以发行股份总数为100万股 股东张三线持有5万股 A公司拟在现金增200万股 保留其中百分之十由公司员工成购 则张三至多得以股东身份优先认购多少股 C 9万股 20 下列和者系数法条进和 C 特别关系 21 关于有期徒刑加减之规定 下列和者正确 C 本行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减 22 下列和种被继承人 其所立的遗嘱于死亡时 会发生效力 C 年满20岁之受辅助宣告人 23 甲有市价10万元之盆栽 脱以照料 以尽为自己之利益而降之 以20万元之价格出售并交付于善意且无重大过失之饼 下列叙述 何者错误 D 假可依不当得利之规定 向已请求20万元 24 关于违约经下列叙述 何者正确 A 违约经契约是从契约 25 行政程序法之制定 系下列哪一原则之具体实现 D 民主原则 26 下列何者不属于行政程序法第两条 第两项所定义之行政机关 D 17 司法院是自第38号解释略位 所谓依据法律者 系以法律为审判之主要依据 并非除法律以外与宪法或法律不相抵触之有效规章 均行排斥而不用上述 针对司法机关 是用法律所为之解释 系维落实下列何项原则之具体表现 A 依法审判 28 以向甲借款 以为担保其债务之清偿 乃在自己土地上设定抵押权给甲 下列何种情形甲之抵押权会受影响 D 甲之债权请求权已因时效而消灭 且甲于消灭时效完成后 于十年不实行其抵押权 29依据中央法规标准法之规定 于下列何种情形得暂停适用法规之一部或全部 A 英国家遭遇非常事故 一时不能适用者 30下列有关法源之叙述 何者错误 A 宪法 法律 命令 判例被称为成文法源 法学知识考古题 106年司法 海巡 移民特考三等 法学知识 以下列何种案件 应由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 V 关于政党违宪解散之案件 与关于总统副总统弹劾案之审理案件 2 宪法 宪法增修条文及司法院试字第601号解释之一旨 关于司法院大法官之身份与保障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D 大法官除法官转任者外 不属于宪法第80条规定之法官 三立法院之调查权被大法官定性为何种权利 A 立法权 4 宪法相关规定及司法院试字第461号解释之一旨 有义务出席或应邀于立法院委员会被寻者 下列何者错误 A 考试院院长 5 宪法第24条后段之规定 被害人民得依法律向国家请求赔偿 此种宪法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之性职为何 D 宪法委托 6 有关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之叙述下列何者错误 D 应规划取得中华民国国籍者 不得登记为总统候选人 但副总统候选人不在此线 7 行政院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之委员 若由各政党一立法院各党团席次比例推荐 送交主管机关提请总统任命 问此委员任命之方式违反下列何原则 V 权力分立原则 八国军志愿意专业预备军事官班招生简章规定 曾受刑之宣告者 不得报考 此为违反下列何者 D 保障人民辅公职之权利 九下列何者非属宪法上所规定的人民义务 C 投票 十一据司法院是自第476号解释之见解 生命权被定位于下列何种基本权 B 生存权 十一人民加入宗教团体 从事慈善服务工作 并担任该团体之理事职务 并未涉及下列何种基本权 B 集会自由 十二司法院是自第708号 第710号解释之作成 主要因为相关法令之赞与收容 与强制出境涉及侵害人民权利 此与何种基本权利较无关联 A 秘密通讯自由 十三一 宪法增修条文规定 下列何种支出或经费无需优先编列 B 社会保险 十四 援助民族工作权保障法 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 依政府采购法德标之厂商 于国内员工总人数于一百人者 应于履约其兼雇用员住民 其人数不得低于总人数百分之一 关于此规定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V 细贯彻宪法第五条规定 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之一指 十五下列何者不受宪法 第十二条秘密通讯自由之保障 V 上汽车旅馆 十六性别工作平等法中有关促进 工作平等措施规定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V 受雇于雇用三十人以上雇主之受雇者 为抚育未满三岁子女 得向雇主请求每天减少工作时间一小时 减少之工作时间工资照给 十七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全民健康保险 安全准备之来源 V 每年度政府编列预算补助 十八股份有限公司在股东常会开会前三十日内 不得办理股东名部记载之变更 该期间称为闭锁期间 请问股东在闭锁期间内将其寄名股票转卖给他人 该买卖行为之效力为何 V 有效 十九依据我国实物见解 有关帮助犯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V 二人以上共同帮助犯罪 应是用刑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 二十甲明知X已经死亡 却告诉X的仇人已赶紧趁着X昏睡 把握机会报仇 于是已带着枪远远对着坐在椅子上的X连开鼠枪 直到X倒在地上 以下有关甲 以论罪之叙述 何者正确 C 甲虽然引起已杀害X的决议 但是欠缺要已实现杀人的意思 不成立杀人罪之较缩反 二十一甲将其房屋先出卖 与于于为为交付及以转所有权之前 即在将该屋出售与并并交付之 其后在为以转所有权与并之前 又再度将该屋出售与丁并办理所有权以转登记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D 丁依法取得该屋之所有权 并虽自甲受让该屋之占有 但不得对抗丁 故丁可依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请求并返还该屋 二十二甲公司预向以银行融资贷款 以主张必须有担保方得放款 且担保之方是限于设定抵押权 甲检释其拥有之资产 包括下列权利 下列何者可提供抵押贷款 V 甲对丁之C屋有点权 二十三甲在已知土地上有地上权 并建有房屋一状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C 地上权其间戒满后 地上权人仍继续为土地用益 而土地所有人不及表示反对之一死时 成为不定期之地上权 二十四传染病防治法规定 医师诊治病人时 应立即采取控制传染之措施 并报告主管机关 若立法院修改此一规定 将前述医师义务 改为一般人之义务者 主要违反下列哪一原则 D 期待可能原则 二十五一司法院是自第四百四十三号解释 有关曾极化法律保留之叙述 下列何者错误 A 挤付行政措施 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项 不得以法律授权之命令为之 二十六我国现行法规中之环境基本法 其性质与地位为何 A 中央法律 二十七名法第二十六条规定 法人于法令限制内 有享受权利 负担义务之能力 但专属于自然人之权利义务 不在此限 此但书之规定 其性质为 D 例外法 二十八一中央法规标准法之规定 下列何者 非法规之生效方式 D 送达 二十九关于法律之废止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V 法律之废止 不得仅公布法律名称及施行日期 而应将拟废止之法律全文刊载 三十一司法院大法官解释 保障人民接近使用媒体之权利 系对媒体取材自由及编辑自由之限制 因此 人民接近使用媒体 应在兼顾下列哪一原则 予以尊重 J 媒体编辑自由原则